我不恨别人,有人把自己吸毒归咎于社会,但我觉得这是个人问题,好坏,都是自己的选择。 年少时,他就曾与江玉衡、张稿哲等明星同台演出,他带出的文艺兵中有后来大红大紫的孙丽,他曾为访花的美国总统独奏自己改编的茉莉花,今年38岁的求称17岁少年成名,人生过早地向他露出微笑,却又残忍地将这些荣耀一点点地抽敌,一切都是因为毒品这个白色魔鬼,求称面容粗犷, 加上剔着光头,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有着细腻情感的音乐人,出身音乐世家的他,七岁开始学习萨克斯风,很快显露天赋,后来,他以优异成绩,考入上海警备区文工团,并很快展露头角,你们都熟悉的女明星孙丽,新冰石就是我带的,我们现在还有联系。 1998年,美国总统克林顿放华,求称作为军方文艺代表,在波特曼大酒店,为他演奏了自己改编的名曲《茉莉花》,大获好评,但偏声不羁的求称,并不习惯军中一板一眼的生活,他喜欢摇滚,就在那一年,他考上了音乐学院,离开了部队, 在校期间,求称组建了一支名为《水晶蝶》的乐队,在新生代的乐队中小有名气,当时他还不到20岁,真的是自信心爆棚,觉得天底下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,人生的际遇环环相扣,因为成名,求称的演出开始增多。 2000年参加千禧跨年演出时,他认识,聊一个女孩,当时正好感冒发烧,求称很担心会影响表演,女孩递来衣小包东西,让她试试,说可以缓解病痛,当时不像现在对禁毒的宣传铺天盖地,我不知道那是海洛因,一是真的管用,除了身汗,精神好了,尤其是那种轻快的感觉,让我发挥前所未有的出色, 我爱上了那种感觉